葛洪的养生思想,道义大师传秘法,贝极千年救世人。 文理改国李立赫道教史上,葛洪,以其卓越的成就,为道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从,而享有崇高的声誉,受到了历代道教徒的尊敬。 直到今天,我国一携到江明山,驻广东的罗福山,杭州的格林,鲍普的院等,还保留纪念它的建筑物,贝克吉链丹遗址,在世界上葛洪的名字,早已,在用古代科学家的史册得到了英国招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招名科学史家斯蒂芬·埃弗梅森博士等人的高度评价。 葛洪资料图,葛洪的中医药学者做肘后背疾方,为中国药学家土悠悠,提供研究灵感,帮助他创制新型抗虐药轻薅素为解决,治疗预防瘧疾这一世界医学难题,做出贡献,土悠悠,也因此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获医学奖,从而使到教医学的实践,与成果,得以光大发现辉煌世界葛洪学,石原博精通医药理, 并长期从事炼丹内修的研讨,是古代招名的医药学家,养生学家我国传统的医药学和养生学本来密不可分,在当时医疗技术教员时,又缺一少药的条件下,养生对保障人体健康显得尤其重要在长期医疗,养生实践的基础上,葛洪提出了自己的养生思想医,众术和修的养生体系,他认为天地之大德约生, 是以道家之所致命,而重诊莫过护长生之方,因而他广密道经博览种树,对秦汉以来的各家各派养生类炼术都加以研究,认为,各种方术都有不同的解,身价值和养生功能主张养生者,欲令多闻,而体药不见而善则偏修一事,不足必赖也出于这种认识 在葛洪将气法,倒引,房中,浮石,养生,浮咒,药耳,外丹等各类方法融会贯通,会与一体形成了一个以气为本,种树和修的养生体系,在报胡子那天,钟葛洪首先阐述了他的元系说,为其养生学说,建立理论基础在他看来,宇宙的本源是物质的元气,由元气的分化,才产生天地万物。 他说,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虚气以生者也,也就是说,宇宙万物是由气所生成的。 干昆图明代卷本摄色,北京白云灌藏,这种气生万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即使对秦汉元气说的继承也是他长期一从,是自然科学实验和探讨的结果。 他在论自然变化的原理时说,云与双血皆天地之气,因而只要做之于真无一言,认识到云与双血都是天地之气,变成了天地之气,就是一种自然的物质库而言之。 自然界的一切有机物和无机物,都是有气变化生成的这个气,也是构成人体和生命存在的基础物质。 他说善行气者内,以两身外以确论,强调了气与人体生命间的治疗关系同时又指出,身劳则神散气节,则命中根结也凡,则轻轻聚目以气皮欲胜则精灵离身矣,又说气觉至日为身丧之后也。 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生命终止的内在原因,对于人体治病夭折的现象很红遍,正地探讨了他的内因和外因。 他说,辅之所以死者忠欲所损,也老也百病所害,也毒恶所忠,也邪气所伤,也疯能所犯也。 在他看来引起疾病夭折的根本原因是体内气血的窥结,他说受气本多则伤,孙高受气本少则伤身。 单台春小图文不仁明代,指本色色台北故宫博物卵藏,用力一体积极短发者气损之后也面无光色皮肤酷辣唇胶脉白凑里伪催者,血减之症,也二症既衰于外则凌人一雕于中矣。 所谓二症即使疾病症状的显现,它是体内气血窥泡的必然结果,然而人们往往只看到了现象,以绝病之日始作为己。 而愿风冷属食等外界的因素对此可同明确地指出,风冷属食不能伤壮食之人,也图患体虚气少者,不能看之故为所中而。 他举例说,是有数人年纪老壮既同服食厚薄,又等聚到沙漠之地,并冒严寒之夜,则其中将有毒中冷者,而不必禁病也非冷气之有偏盖人体,有不耐者而故聚食一物。 或独已给病者非此物之有偏毒,也军系其夜,而或醒或醉者非酒食之有,彼此也同貌言熟,而或独已喝辞者非天热止,有公司也喜福一药而活,昏明烦闷者非毒烈之有爱曾也,可见内在因素往往比外界因素更为重要。 基于这种正确的认识可同十分强,调预防的重要性主张,把疾病消灭在隐患之中。